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今天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个粉丝 她老婆的脚 左脚的大拇指 有发生了一个内侧的一个甲膏炎 然后在B站上面联系我了之后 今天下班了之后就来找我 她这个脚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我们来看一看吧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 她这个指甲大指甲的一个内侧 这个位置已经红肿了 这个得怪她老公 因为她二十几号联系我的时候 我还在深圳培训 那个时候还不是很严重 只是有轻微的一个红肿 但是现在大家看她半个指头 都已经这个化龙了 然后这里已经开始结痂 她这个脚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个脚的话 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有 无外翻的一个情况 这个跟她年轻的时候 穿这个高跟鞋过多了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高跟鞋前面 她是一个尖头的 她就会对这个五指造成一个挤压 她这个内侧 她跟这个鞋面 她挤压的比较厉害 那么她这个指甲就很容易长成一个卷甲 她就长不出来 今天我们要给她把它修出来 好 按照惯例 我们在修脚之前 想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工具 一个双头钩 是用来探测 她有没有残留指甲的 然后一个三号的刀柄 因为她这个甲钩已经发炎了 所以我们尽量用小一点的刀片来修 然后还有一个国产的镊子 进口的镊子今天用完了 然后一个三号的刀片 然后还有一个神器 就是我们一个传统刀 不过它是一个刀柄 这里有一个刀头是一次性的 在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卫生的防护 嗯 AaAa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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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I 当然疼的时候你可以喊 但是不要动 快的话下去修出来 其实你这个假面还是很好的 因为你这个假面比较饱满 然后又是一个方形的 我就是你自己剪的时候 他这个没剪出来之后 他就砸到肉里面去了 我可以叫我吧 可以 好疼 哇塞这个真的好疼 妈妈呀 就是你吗 虚弱烦死你了 我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了 好疼 真的好疼 好 先摔一下 等一下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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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好疼啊 哎呀我我好想把它撤个断 哎呀好疼啊哎呀妈呀 啊应该用到我们的神器了 神器上下好了 这个疼吗现在 这个是很稀很稀的了 放松你看就好了 好疼啊 好疼啊 好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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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啊 好就是这么多的 就是这个东西是吧 对没有多少 好疼啊 但是他一点疼啊 但是我还是疼啊 那你发炎了吗那肯定了 这边很多一个刺 上半人都没把刺去 然后肉还是被刺刷伤了 伤一听 这还不大呀 这是看细的不显太高 我可能那弄伤了是吧 没有他这个只要修出来他那个就跟鱼刺一样 你那个东西那个伤口那里拔出来了 走他就冒血就这样 我检查一下 你的手呢 我觉得好疼啊 没有了这里 好疼 这里看到这个架构没有了啊 好 好 你这个估计得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好啊 好 我今天要注意什么 不拆水 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要消炎 我点锅就可以了 对 对 你要双氧水冲洗啊 点福 点福冲洗啊 哇塞这个双氧水好的吗 反正有点热 反正有点热 有的网友说你们这里这个钥匙不要钱 随便你 关键是你用棉签来冲洗的话好疼啊 网友的眼睛可真啊 都是戴写灭镜的 但我的粉丝还好点了 还比较有正能量 有的人 黑粉多的狭说 我洗澡怎么搞的也不沾水了 你这个尽量的不洗澡 然后如果实在是要洗的话 你就坐着洗 就坐着洗 坐着洗 然后拿一个板凳 把这个脚敲起来 然后洗的时候就只有这样洗 我明白 不沾水一个星期吧 对 我也得敷补吗 不用 你这个取出来了 基本上明天后天 他就开始结痂 结痂就好 像我们这做了十几天的时候 还是很勤人 像那些 要是一些新手啊 或者他不懂这个东西原理的 他就拼命的掏拼命 拼命的掏拼命 他这个修好的 他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东西 他出来了 他是修好了 但是如果那种 他技术不好的 他拼命的没掏 他就把他掏碎了 掏碎了之后 硬是没有东西出来 然后血就往外面冒 他一冒这个血 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经济 他一冒血我们就很慌 然后顾客也很疼 这还有一点是血一冒 你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你就快到找他 把刀子一进去 这一划 一夹出来了 OK 我已经变成你的粉丝了 你这个发言还是有点严重 你要 你要是有什么好的药 你可以涂 涂完之后 你把它包一下 因为怕挤到了 我这个像很紧不高 可以 可以 像一般的我们 像一般的我们推荐 推荐客人用的就是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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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百豆磅 但是百豆磅就是有点贵 你拿一包那个 那个杀布过来 因为我们这里不能开药 所以我也不跟你上药 我也不 我就推荐你到腰店去买 或者你到远开就行 谢谢 还有的人问 那你们这里能不能买药 我说我们这里不卖这些 这些准制药 我们给你包棉花主要就是 一个是保持干燥 第二个就是 就是怕你有挤到彩到了不好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明显的看到就是 明显它这个位置它就干了 慢慢干了就结架了 但是你这个弄的话 得一个星期 对 它一直到那个壳 就那个壳完全掉了之后 它这个红肉就会慢慢的慢慢的退 慢慢的好 但是你后期如果说 你后期又疼的话 你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修 那那个时候修的话就是 按照修脚的价格修就行 谢谢 对 好了 刚才已经很顺利的帮这个粉色老婆 把这个看甲呢 已经完全修出来了 它这个指甲呢 实际上它的看甲 它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它这个看甲 刺破了这个甲构的皮肤之后呢 有伤口了 它就出现了一个细菌的感染 它就已肿了 然后拖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已经拖了大概10天了 10天前就肿了 然后我把这个图片 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甲构炎 这个比较疼痛 大家不要拖 如果说能自己处理就自己处理 如果不能处理的话 就尽量找一些比较干净卫生 然后口碑技术比较好的一些修脚垫 来处理一下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对我一键三连 拜拜